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一节讨论过的问题就是人的《老神经》 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很多次 但是我想举一个例子 你有没有看过那部电影《无痛失戀》? 看过 我还因为那部电影 而特意在那部电影里提过的一个地方 而那个地方还要是我曾经和你做《神秘之夜》做节目提过的地方 哪里? 蒙托克 哦 那个地方很充满这个... 是的 很多冷战时候的军事遗迹 有人说会不会那里有一些奇怪的外星实验 很多神秘学的东西 你真的去过? 是的 我为什么去《无痛失戀》呢? 《无痛失戀》这个地方呢? 就是因为我看了《无痛失戀》这部电影 是的 那一刻当时我就看那部电影的时候 我还是在香港读书的 但是看完这部电影 隔了一年多之后我去了美国读书 于是我就知道原来就是在Long Island最独独的那个位置 这些我们就拆开了 其实这部电影本身里面就是讲一个 它是假设人有一个技术 去懂得将一些痛苦的回忆去删除了 然后就引发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那部电影本身很好看的 很难得是有尖姬妮和奇温斯利 在同一部电影里面出现的 然后你看到尖姬妮又不是完全做小丑 她真的在做一个 我觉得剧本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对于记忆 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色就是 对我们牵动我们感情的波幅 那些记忆我们是很刻骨铭心的 就是我们黑骨铭心的这件事就可以讲到 是 是 是 很道的 我想这边问到台长你最刻骨铭心的记忆 这边你不方便说你可以不用说了 很多人不方便说这件事 是 是 我都不太方便了 但是其实大家很容易都会想到就是 很多在内心深处 尤其是可能简单到小时候被无恶伯打 我记得就是说现在那些人为了令到那些小孩记得多东西 又买一些机又请补习又行 以前我老爸怎样令我记得那些东西 一巴掌扯过来的而已 是不是呢 你讲笑而已这个 这个你做个例子而已 这个是真的 我自己的真实经历来的 其实就是那种 由一种很大的程序波动 可以是一种伤心 可以是一种痛苦 也都可以是一种很愉快的 也就是一种兴奋 非常难忘 很开心 这些其实所有东西总之是一些很强的感觉 其实你会发觉很容易连结到我们一个很深深的印象深深的记忆在那儿 但是这件事情就是我们主观的感受 我们会知道 但是其实又很有趣 我们真的有这些神经科学家 就是哥勒比亚大学的一个老神经科学家的一个小组 他们真的去尝试 由一个很密室科学的层面去研究这个问题 然后又得到一些发言的 是刚刚这个星期的出现 是 但是我们去看这个问题 首先是一样东西 我们可不可以反转 就是如果我想记某一样东西 我可不可以创造一个很强烈的感情 去帮我去记得这件事呢? 我会举到一个例子 可能很多宗教场合去做这件事 它怎样令到你很快去进入到一种很兴奋的状态 于是乎就很加深你对那个信仰的坚持 你去到哪里都会很记得 其实就是 我们很多时候做这件事就是 不需要用到很科学的层面去做的 我们去搞一次活动 令人一个心心很难忘的晚上 你就算搞一个演唱会怎么impressive 是不是? 做一场talk show 里面有很多个gap 去串在一起令你很记得这个show 那样的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是用语言 行到什么层面来做这件事 但是我们从来就没有想过 用这个神经科学手术的层面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其实我们不是很了解会后的机制 究竟如果我是正正被一样东西去很impress 就是令到我正正被深深落印一个印记 在我的记忆之中发生在那些事的时刻 我的脑和我平时的脑有什么不同呢? 其实正正就是高伦比亚大学小组他们去问的这个问题 嗯 那个具体的机制应该是怎样呢? 那这里呢 当然要看脑 脑是哪一个部分呢? 就是一个叫做核桃体和海马体的部分 其实这两个这样的字眼呢 如果熟悉一些灵魂啊 感情啊 和心理啊 脑神经 就是很喜欢看这些这样的题目的人呢 这些海马体和核桃体呢 这两个字眼是出现了很多很多次的 甚至乎有些很出名的实验和一些病例就是说呢 有人曾经试过脑部受了重伤 令到他们的那个海马体呢 就是受了损害 那于是乎他就不懂得去感受别人的感情 他自己也表达不了感情出来 那相对 相计而来呢 都是他的那个记忆也都会是差一点的 那也都很有趣会看到这件事情 另外就是说呢 对于一些抑鬱的人 其实你会发觉呢 可以看到一个很坚实的证据 就是说呢 为什么抑鬱不是纯粹一种精神的受创 其实抑鬱去到最正常的一样东西就是说呢 你会发觉那个脑部结构是有一些的 雙层的痕跡可以在脑部结构里看到的 就是由这些海马体可以看到的 整个组织的大小 和他去接收发放信号的能力整体地削弱了 所以那个人不懂得开心回来 就是有一些connection变了 所以为什么我会说是说 一个人伤心过度去抑鬱 你不是说纯粹叫他努力开心一些 因为真的这个情况就是 就等于一只没有了一只脚的人叫他走回来 不可能这样叫他这样做 他没有了这个能力 其实是一种伤残 但是比起一个那些手和脚的伤残来说 这些脑部情绪病的这些伤残 你是可以用时间去慢慢恢复你 所以这个始终就是说 这些情绪神经的病 你只要找到适当的一个环境 给他能够好好地恢复疗养 是一个可以恢复的疾病 这里会讲远了一点点 在这一班哥伦比亚的这些神经科学家 哥伦比亚大学的神经科学家 他们找到一个什么发现呢? 他们就在那个海马体和核团体那里 去测量那个信号 具体在哪里测到什么信号呢? 我自己都没有很仔细去了解 他们的研究就是针对这个 我们很传统认为去处理人类的情感 那个脑部的一个很深处的部分 甚至乎有人就说 人的灵魂就在那里了 说到这样的了 他做的方法就是 他就找一些人来去试 当然他要把一些探查 那个脑部深处那些海马体的信号是怎样的 在清醒的状态时就问他一些的 就是给一些的时限去说给他听 比如我现在说一张大门 然后你看看你的脑部那里 有个信号是怎样的 但是如果我再说一些 似乎是特别刺激到你情绪的字幕 比如我跟台长说 台长你本身有什么动物你很怕的? 我怕老鼠 那我开始说这个鱼 菜 番茄 然后突然说老鼠 那老鼠就似乎就是一样 比较能够刺激你情绪的东西 甚至乎你会因此牽起到一些 你以往被老鼠嚇到的一些记忆 OK 那我们就透过不停地去比较一些 如果一个人是能够牽起到一些情绪的 这样的字眼 和一些不会牽起到情绪反映的字眼 去拍在一起 看看会不会有一个独特的分别在哪里 会有什么独特的信号在 而且似乎这种信号 还可以来自一些处理去记忆的一些 就是一些老鼠活动 如果我们找到这些关键的时候 我们很希望找到一种独特的信号来说 给我们听这个字眼 其实这种机制就是代表着一些 跟你情绪有关 而且基本上是你会记得好印象很深的东西 的而且根据了这样的比对之后 他们找到在那个海马体附近的一些独特的信号 他们找到那个老电波的信号频率 还给了一个数字出来的 大约是这个30Hz至128Hz这个范围之间 接着很独特的老电波的信号 他们发觉就由这个信号给到 是很独特的反应来的 如果你说其他很平常的字眼 在其他国情里面你看不到这种信号的 但是唯独是那样东西 是特别刺激到你那个情感记忆的话 那样就出来的了 那种信号 在这里可以这么说 你发现就是他们抽屍剥剪 像是精探小说那样 找到这种独特的信号 怎样去在目标出现呢 其实下一步我觉得它很棒的 就是说了什么呢 就是长远来说这个研究还觉得继续拓展 那就是说什么呢 他们已经部署着下一步 就不是找人来做实验 因为如果你很想去 能够找清楚它的因果关系 你就不是说纯粹找到 说这件事的时候有信号 不说这件事的时候没有信号 那这是一个关联的关系 但是是不是代表着 因为这件事所以这件事 其实还没搞清楚的 你能够搞清楚这个因果关系 你最好就试下能不能够介入它 譬如说我在里面放一些多约的信号进去 或者我尝试干扰这种发放接收和沟通 看看会不会让你对整个概念的感觉会不动作 甚至有几亿影响情绪 或者情绪影响到几亿 我们尝试介入这种过程 其实在这个科学新闻报道到最后 我们那里都讲了这个研究小组下一步怎么去托战 就是说它们将会在一些 如无意外都是老鼠的 在一些的动物身上去做研究 然后尝试去介入这个这样的老电波的过程 可能是尝试将这个老电波遮住它 或者是给其它信号去干扰它 看看会不会令我们很清楚搞清楚那种因果的关系是怎样 其实长远来说当我们解决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这就开始讲那套戏了 其实就是说我们会不会能够干预到这些情感和记忆 比如有一件事 台长你想可以从一个科学层面 在外科手术式层面上克服了对老鼠的恐惧 而且这个恐惧就是去到一个地步 就是不单止老鼠出现在你面前你克服了恐惧 最好是有人提老鼠这个字 你都不再恐惧 不会那个心里一一一一 那会不会我介入了你那个老神经的层面 就已经能够成功地去做到这件事呢 去到延展到其他对于任何人的痛苦记忆 我们近日看了一些惨案等等这些东西 那些我们不喜欢是否代表着我们在了解这个老神经的机制 之后能够去拿走这些记忆呢 我想就由这个这样的研究开始 就未来会有很多一些精彩 或者很吓人的事情可以发生 在这里我会看到 这个这样的发现对我们去做一些心理治疗很有用 比如说我们对一些记忆我们觉得很痛苦的 搞到你慢慢发恶梦 搞到你慢慢睡不着 那我们有没有能力去在那个老神经的层面那里 delete这些这样的所谓抗梦 比如你问我一个丧親之痛 这样这些 令到我睡不了 令我实在令我很痛苦很折磨的 或者我不是帮你洗走它 我可不可以在头那几天你帮我去减弱这种痛苦呢 会不会可以去到一个这样的层面去做呢 当然你问我可以牵涉到一个很道德的问题 就是这些就是 因为你去到你不是只是减弱 会不会你去到一个地步就是 有人去濫用这种东西 我真的很想去随随便便 就忘记一段好客骨骨骨心的经历 我想这里就已经超出了这个科学新闻讲的范围 但是问题是技术上是否我们接近做到这件事呢 暂时就是不知道 就很视乎就是刚才讲的这个研究的拓展部分 就是接下来去找一些老鼠来做实验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成功介入到这个老神经的过程 而且能不能实际证实到这种因果的关系 所以现在这一刻呢 我都还说还不是 所以我很期待就是说 如果有一天我们去终于等到这个研究小组的下一步 动物实验的结果呢 我想我们又会拿出来去讲的 但是它这个方向是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启使 就是我们的感情是源于我们的老鼠结构 不是一些什么所谓的形怡上学的意识 或者是精神的 是的 这里完全是讲的 就是只要我们处理得到物质层面的 我们精神层面的就完全受控于这个物质层面了 现在我们在这里讲一个这样的价格 是的 这个就是一个所谓的唯物主义了 但是这个也是一个哲学问题 多过一个方向问题来的 好 我们一会要结束我们下一节再回来 在这个网络言论自由被打压的年代 我们依然坚持自我做好节目 坚拒自我审查 因为我们相信内容有价 而你们的支持就至关重要 请大家订阅梁感祥工作室PATRO 并立刻成为付费会员 守护自由言论 而我们在YouTube频道上的每一节节目 也要麻烦大家记得按赞、分享、留言和按钟仔 感谢大家一直支持梁感祥工作室节目